南投市中心路上 一對夫妻沿著路邊行走 突然後方一輛機車 急駛而來 高速撞上他們 巨大撞擊力 夫妻翻了一圈 雙雙倒地 63歲丈夫 躺在路邊無法動彈 機車上一對雙載的男女 也摔車受傷 路人趕緊叫救護車 四名傷者中 騎車的37歲 曾姓男子跟倒地的丈夫 石姓男子傷勢嚴重 警方調查 石姓男子是退休警察 當時他跟妻子 沿著中心路旁行走 曾姓男子騎車 在女性友人經過時 疑似酒駕肇事 另外苗栗是一名大三男生 暑假留在苗栗打工 早上騎機車上班的時候 76歲張姓女騎士 從路肩起步 突然左轉切入車道 男大生煞車不急 兩車撞成一團 男大生受到擦傷 但女騎士一度沒有生命跡象 急救後恢復心跳 目前還在加護病房觀察 女騎士兒子表示 媽媽早上賣完資源回收 回程途中就發生了車禍 警方調查 雙方九色值都是零 釋放了詳細經過和責任歸屬 還要離心 華爾西雲黃水雅醉 周大賢 吳少欣 南投苗栗報導 嗨 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來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創供 我們可以談第3位 有視野 有視野